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庭园 沙漠 戈壁 山地 沼泽 黄土园 高原 热带雨林 滩海 海洋甚至极地等多种复杂地形 工作环境艰苦 气候条件恶劣多变 加之设备种类繁多 队伍高度分散 远离城镇等不利因素 对健康 安全 环境工作形成了严重影响 野外采集作业过程中的HSE主要包括 爆破作业 转井作业 山地施工 沙漠施工 水域施工 交通安全 电器安全 消防安全 自然灾害及预防 环境保护 职业健康 应急于响应 避难与逃生 紧急救护等内容 一 爆破作业 炸药是地震勘探的重要证源并被广泛应用 但是炸药也是一种危险品 在其生产 储存 运输 使用 销毁等过程中 如果发生爆炸事故 会对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和不良社会影响 为了实现安全生产 杜绝爆炸事故的发生 应全面提高作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和技能 第二 转井作业 转井作业是地震勘探的关键工序之一 具有车辆机械设备多 多工种协同作业 作业环境复杂多变且流动性大等特点 在转井作业中 设计许多关键岗位和操作 面临机械伤害 高空坠落 触电 爆炸和环境省坏等多种风险 因此 加强战井作业员工的HSE培训持续提升其意识和能力非常重要 第三 山地施工 三地地震勘探作业受地形复杂 山区气候恶劣多变 自然灾害多发等因素的影响 加之作业点高度分散 施工人员多 劳动强度大和通讯联络不畅等特点 三地施工 存在山洪 坠落 塌方等潜在的风险 需要及时预防和控制 第四 沙漠施工 沙漠地区具有气候恶劣多变 温差大 夏季气温尤为炎热 无饮用水源 缺少参照物 容易迷路 运输陷路长 后勤保障困难 远离城镇 缺少可依托的社会资源等特点 使沙漠作业面临许多独具特点的风险 五 水域施工 水域地震勘探作业主要分为 江 河 湖泊和过渡带 前海 深海多种作业形式 但共同点是以传播为主要生产基地和设备 受作业地区的地理位置 气候 海水深度 海浪等自然条件影响很大 具有作业风险大的施工特点 在过渡带进行作业 需同时使用海陆两栖设备 船舶设备和海上气枪船舶设施等 对运载设备和暗地支持依赖程度高 对天气变化敏感 且任运载设备高度集中 因此水域施工作业的HS-E风险更大 第六 交通安全 野外地震作业 使用大量的车辆 由于施工区域气候恶劣 地域广克多变 地形复杂 因此道路交通安全管理难度很大 驾驶员要提高识别和控制道路交通安全风险的能力 从根本上防范道路交通运输事故的发生 把风险控制在可接收的程度 七 电气安全 在地震勘探作业中 如果电气设备安装不恰当 维修不及时 使用不合理 缺乏必要的电气安全知识 违章操作 不仅会带来电能浪费 而且会发生电气事故 危及人身安全 各国家财产造成重大损失 第八 消防安全 地震勘探作业过程中 可能发生火灾 消防安全 以预防为主 防消结合 不仅要按规定做好消防设施的配备 维护和管理 更重要的是要做好日常的防火工作 九 自然灾害 地震勘探采集队伍 常年在野外工作 自然环境恶劣 气候复杂多变 经常会遭遇各种自然灾害 如泥石流 山洪 暴风雪 沙尘暴等等 各地震勘探作业形成了很大的风险 掌握自然灾害的规律及规避方法 预先制定应急预案并积极应对 将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是地震勘探作业安全生产的重要工作之一 第十 环境保护 地震勘探野外作业过程中 涉及诸多的环保问题 面对这些环境因素 如何保护生态环境 防止和减少生产经营活动 对环境的不利影响 把勘探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降到最低程度 始终是地震勘探作业一项艰巨的任务 第十一 职业健康 野外作业既艰苦风险又大 面对诸多的有毒有害因素 如何预防和控制职业危害事故 职业病的发生 保护和促进员工的身体健康 是野外作业HSE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 第十二 应急与响应 在地人勘探中 由于恶劣的环境 管理的缺陷和各类违章行为的影响 事故事件任时有发生 为了降低事故造成的损失和影响 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反应能力 把事故造成的损失和伤害降到最低程度 建立有效的应急反应计划 是非常重要的 第十三 避难与逃生 野外作业施工区域 多为沙漠 山地 沼泽 滩海 海洋和丛林 地形复杂 气候恶劣 大量接住使用炸药 雷管等危险物品 经常遇到突发自然灾害 属高风险行业 为了应对各类事故和自然灾害 地人勘探作业 需要一批具有救援知识和技能的合格的人员 更需要对野外作业员工 普及避难和逃生的知识 以保证一旦事故 灾害发生时减少对员工生命的伤害 十四 紧急救护 野外作业是常年在气候多变 地形复杂 生存条件恶劣的环境下作业 远离城市后方属于艰苦高风险的作业 由于事故和各种自然灾害的突发性和偶然性 应对事故伤害 自然灾害和突发急症 改进和完善野外作业现场急救 保护和促进员工健康 认识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 地震资料野外采集中的HS1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